欢迎收看东海岸之声 我是主持人Sakinu 这几年在原住民的部落 兴起了一股青年回乡服务的热潮 而在原坪乡有一群布农青年 他们也同样用着这样子的概念 跟这样子的想法 回到部落里面去服务 去帮忙部落里面的一些文化传承 或是一些公共事务 巴黎汉夏在布农族的族群中 代表着彼此协商共同讨论的意思 那这次台东布农青年永续发展协会 就以本行假的方式 邀请部落长者与青年对话 让青年与长者有更多的交流 那今天呢 很高兴邀请到两位我们的青年 来与我们分享论坛的发想和看见 首先第一位是我们台东布农青年 永续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克伟 来 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一下 李温美さん 今天我们在独播三里兰 伊斯坦大大国孙岸 电梯下以新高难 大家好 是胡克伟 好 那第二位是我们亚涵 亚涵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杨亚涵 布农族的名字叫Bunny 是现在东布清产元之一 也是这一次活动的总招 好 那亚涵看起来好像比较白一点 那待会我们再好好针对你 比较白的部分来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 在我们要进到这个分享之前 那我们是不是先来看一则新闻报导 为了强化布农族青年对文化的认识 台东县布农青年永续发展协会 首次在盐平乡桃云部落活动中心 举办巴黎涵下布农族的知道论坛 希望借由部落骑劳分享的方式 将传统文化知识传授给年轻主人 巴黎涵下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概念 那这文化概念其实就像是一个 共同协商的一个过程跟机制 那现在社会里面这个东西变得更珍贵 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其实展现了布农族非常特有的一种 部落的公共参与的一个过程 除了邀请部落骑劳分享文化经验 更透过跨部落的方式 邀请年轻主人共同讨论文化 与土地相关公共议题 强化青年公共参与的能力 因为我们都在受汉人的文化教育 那对自己布农族文化就是比较薄弱 所以藉由他们的分享 我们可以更了解自己的文化 长辈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 他们的知识 那这在布农族里面的文化里面是很难得的 每个部落都分分散了 然后透过这个方式可以让我们 全台湾的布农族有机会透过这样的把里 好像重新连结在一起 李市长表示将会规划 培育跨部落青年每年轮流举办 逐步建构布农族知识体系 以及文化智库 结合当代知识培育青年动力 共同为部落永续发展来努力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刚刚在新闻报导中看见了 这个是我们第一届的论坛 就论坛里面 然后邀请了七老来分享传统的一些智慧 然后传统的一些工法 还有讨论一些跨部落的一些公共事务 那首先我们先问一下那个客伟 李市长 你当初是怎么想说要举办这个论坛 其实这个论坛是我们大家一起去 共同去发想的嘛 那其实发想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在外面念书 我们念了很多从日本时期一直到 现在很多专家学者对布农族的很多的研究 很多的调查 可是这些研究这些调查里面 好像似乎少了很多 跟部落的族人的那种生命的连结 跟那种温度 所以我们又想到一件事情是在部落里头 其实其实我们的长辈 其实充满了很多智慧跟知识 可是这些智慧跟知识 很像也很少会写在课本里头 所以我们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论坛 让布农族的知识 可以让更多人看见更多人知道 也可以让布农族的知识的主体 由布农族的自己的族人自己发生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 在你回到部落之前 就是你本来一开始就有想要回到部落 要做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吗 还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机缘 让你激出这样子的火花 然后想要回想 你现在应该都在部落里面 没有说对 其实我们是一群年轻人 其实这样的想法酝酿了很久 因为我们在外面念书求学 其实在外面会接触很多不一样的部落 不一样的族群 我们会看到很像排湾族有青年会所 阿美族有年龄阶级 然后我们再看到很多部落在进行一些公共事务的时候 青年的参与的角色 那反观到自己布农族的情况又是如何 然后刚好有机会大家一些工作的因素 或是一些巧缘 我觉得大家都刚好都聚集在 都有这样的意愿 想要回到自己的部落去做事 所以我们就凝聚在一起 才慢慢的去发展成现在这样的东部清的组织 所以这个就是 因为你现在是这个东部清的 这个永续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这个组织是大概什么时候成立的 我们协会组织成立是今年的三月正式成立的 那但是是从去年的时候就开始不断的去筹备 那我们的组织的状况其实是 因为立案的法人团体 他必须要满20岁才能够登记成会员 但是其实我们的组织 其实是涵盖到国高中生 这些弟弟妹妹们的身上 因为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是这样子一起培育青年 然后一起带领青年去做一些部落的一些事物这样 所以说其实这个协会它存在的 它不只是一个团体 不只是一个机构 它甚至只是提供一个平台 让更小的就是未满20岁以下的青年 有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 跟一个学习的一个平台 然后可以让他们看见这个青年可以做的事情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 把你喊下的这个概念 为什么当初会想要用这个 它这个本身它就是运用在部落性的 还是说它是从家族延伸出来 这样子的概念 其实把你喊下这个文化概念 在布农族过去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协商的机制 那这个协商机制其实是放在家族内 或是士族对士族之间 那其实这些意见的领袖 透过这样的讨论工程去形成共识 那我们把它用这样的概念去转换成 这个知识的传递跟分享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稍微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让 其老跟青年可以一起共同对话 甚至女性的角色也可以在这样的 把你喊下的场合里头 去诉说跟他们所了解的布农族文化 甚至还包含不同族群 所谓的专家学者 或是一些不是布农族 但是他对这样的领域有兴趣 有所知道的一些人 甚至还有一个区块是在布农族 一些比较隐贵的一些知识 例如巫师的文化 是比较不会在公开场合去分享去讨论的 那我们也在这次论坛里面 有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去让大家可以去更深一步的去认识布农族 那在你们此次筹备这个活动 这个论坛这个叫布农耳资道论坛 你们是这样形容 那这个在筹备这个论坛的筹备过程当中 那当然应该有很多的困难点吧 就是尤其是跨部落 那而且再来就是要邀请老人家来分享知识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这么容易 那在这个整个筹备过程里面 有没有碰到什么样子的困难 还是有没有怎么样的问题 其实我们遇到困难 第一个当然是人力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青年有很多在 都还在求学嘛 还在外定议书 那在部落里面举办这样的活动 它本身它在时空上 它是有一些人力上的一些调配的一些问题 加上大家普遍有些人都是没有经验的 所以做这样事情有一些困难度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困难是 在部落里面的一些长辈们 其实蛮不太习惯在这样子的一个 公开场合里头去言论去诉说 所以也会受到一些挑战 就是我们要去说服老人家 说让他愿意跟我们在这个台上 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甚至我们要让老人家去信任我们说 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是让他们的 因为他常常老人家会谦虚嘛 这个可以讲吗 我这个懂得还 我要直接 还好不多 对我要直接跟那个 所谓的那些博士们对话 我要跟他们谈什么 所以我们要慢慢的让他们相信 肯定我们部落族的在地 就是有它的价值这样子 整个指导论团的活动总召 我们的哑寒 那因为刚刚有提到 你的肤色有比我们现场两位都还要再稍微白一点 我想问一下你本身是布农族人吗 还是 我是客家人 客家人 哪边的客家人 新竹 新竹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什么样子的机遇会跟巴西高尔部落 或是跟这个东部青年的那个布农青年 有这个火花 嗯 嗯 我觉得像客伟刚刚讲的就是 今年也算是一个机缘 就是我在 我在盐屏大概 固定下来是这两年 那从最开始待在盐屏的话是六年前 那从去年开始就是有更多的年轻人 一起回来到部落里面是真的待下来 不是那种我周末回来 或者是我一个月回来一次的那样 而是住下来 然后就变成说 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协会成立 就变成说年轻人可以开始一起来做更多的事情了 嗯哼 那我们海端盐屏两边的年轻人加起来 就开始从三月办了一些这个活动到现在 那这次的活动也是很特别 就是我们找了老人家跟很多年轻人一起来做对话 嗯 然后中间的过程中 呃遇到了很多 呃做了一些突破 因为老人家光是你要去找他 跟他解释这个东西就要花大概两个小时 他没有办法理解说 对啊 法理解说 你们要在活动中心 怎么会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过程中有一连串很特别的突破这样子 所以说在你 你在筹划这个整个指导论坛的这个过程里面 那除了第一个就是我们找老人家 跟七老在沟通的这个部分 可能有一些困难度以外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的整个里面的过程 你们安排了一些有怎么样子的内容吗 嗯 嗯 嗯 首先我们总共有四个场次 那第一个场次 我们叫做巴里哈巴桑 就是意思是说 呃 踏在祖先的道路上 这样的意思 就是有关循根 然后踏查 家族历史的这些事情 那我们也邀请了从 南投 海端 以及我们盐平本身的长老 还有一些学者 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 那再来第二个场次就是我们的 撒米南 就是有关巫师文化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其中里面也包含了 喜都虎 就是布农族传统在调整尾锥这个部分 已经部落里面很少人很少人在做这个 那第三个部分有关 妈的小米这个部分 就是布农族与月亮的约定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第四个比较特别是 我们希望说 既然部落里面有很多年轻人 已经开始在做一些事情了 那我们也希望老人家 可以知道这些年轻人 到底在搞什么 这样在部落里面到底在搞什么 跑来跑去很忙 这样又不结婚 然后想说那你们在忙什么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除了邀请老人家来 我们要听老人家去说话 说巴里哈巴桑的事情 那再来就是 第四个就叫做部落发生 也就是年轻人 去讲出说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希望努力的方向 那希望透过这个方式 老人家可以给我们一些指点的方式 那前面三个场次 为什么会这样选择 就是像比如说我讲到巫师这个部分 我相信包含我自平地人 那一般人可能会对巫师这个部分 有很多想象跟误解 可是透过这个场次的话 我们就可以实际去听到 真的在这个领域的人 他接触了老人家 因为巫师这个东西 他不是一个很显著 能够很有形被看见的东西 包含孟詹这个部分 我们需要透过有些人来讲 我们才能知道 对 所以这三个部分的主要就是 去带出说现在回来的年轻人 我们应该要知道的事情 老人家想告诉我们的事情 以及平地朋友来 你们可以知道的事情 所以叫布农族的知道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们安排的这个活动的内容的层次 其实是很丰富 那在这个 从你们第一个安排 一直到最后的这些课程的过程里面 就是说你们除了安排 然后跟部落企劳沟通 然后让与会者可以透过这个论坛的 现场可以感受可以听到 那有没有想要比较 有没有想要激发出什么样子的声音 亚航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 像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很特别的做法 然后这个也在这个事前的准备的时候 有一些让老人家有一些不同感受 就是我们其实晚上的时候 有邀请老人家来为这个活动做 布农族音乐上的一个诠释 那以往啊 就是把戏告到现在啊 老人家已经都习惯说 我给你水 我给你钱 然后你们会请我来演出 那我们这次的做法是 我就给你 我们是希望说用分享猪肉的方式 这是布农族本来在生活中 会为了一件事情 我们会杀一头猪 然后来分享 那这一次就变成说 我们用猪肉 前一天我们有杀猪 然后是为了这个活动来感谢 来演出的这些人 所以我们把猪肉分享给老人家 老人家觉得很特别说 怎么 那种感觉很不一样 你不是给我钱 请我来演出 而是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共享这头猪肉 对 这样的特别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 也许你们没有特别想安排 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回应 但是 可是你们却让老人家感受到 很不一样的一个重新 就是针对我们办活动这件事情的这种 再度启发出那个传统的那个意涵 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我们在举行这个论坛的过程里面 从策划 策划 然后讨论 然后邀请老人家 一直到最后 你们觉得就是 最突破你们 就是部落和谐里面的那一块 就是最突破的事情 你们所做的 有没有可以分享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 就是在 在其实布农族是过去 它是比较传统的夫系社会嘛 可是我们现在强调了这样子的一个 它的基础是来自于布农族的文化核心 这个一个巴黎海峡的机制 但是我们同时也展现了这个当代布农族 他要去做一些更多议题 更多发想的时候的一个 一个更大的包容性 也就是我们让前面刚刚也有稍微提到 就是女性的角色 或是巫师的议题 甚至其实在布农族 其实很所谓的巴黎海峡 其实年轻人是没有资格去 直接去跟长辈们去讨论事情的 那我们在这些某些场次的设计 其实是也互相让这样不同世代的沟通 不同世代的学习 去搭起那个传承的那个桥梁 我觉得对部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再过我们也突破一件事是 这样子的论坛 其实在所谓的学术界 或是在知识的形成的过程当中 已经有它很多很多一些 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样貌了 那在部落里面 我们这样草根的这样论坛 在部落里头 这样比较在地性的一种知识的一种发声 知识的一种诠释 其实我们突破的是一个 一个知识主体的一个位置 跟一种知识 就是让更多的在地的声音 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受到肯定 从事也可以让更多人去分享 所以我们也传递了一种 就是我们的论坛 基本上没有强调书写的能力 也就是我们没有在增稿 也没有要硬要就是老人家说 写一篇文章 我们要做到整理什么 我们就是回到我们古农族那种 口述的那种力量里面 透过声音 透过语言 所以有些讲者 直接用主语的方式去呈现 这样这样的氛围里头 这样的环境里面去联系我们 之前跟祖先走过的那个道路 把它搭起来 我觉得对东部清来讲 对部落来讲 对布农族来说 我觉得它是一个还蛮值得 去观察它后续发展的事情 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 其实你们没有办法想象 应该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你们也没有办法预设说 其实老人家会是 就是我们能够邀请到的祺老 他的呈现或是 他会怎么样子去分享 其实这个就真的是在 在青年跟老一辈在沟通 或是在 我们这个世代在交替的时候 我们想要用的方式 来告诉这些祺老 他们怎么回馈 就是怎么样子教育我们 怎么样给我们养分 那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去预设老人家 其实刚刚在你分享里面 所以我觉得我刚刚听到那个老人家 那个用母语 全母语或是用自己的方式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 真的就很部落的那种 那种氛围 那其实过去在部落老人家 当我们要跟他学习 一定都是我们去到他的环境 或是到他的基地里面 然后到他的基地里面 他就他就会跟我们分享 他就会跟我们讨论 那不管是家族或是部落 或是整个 或是你的个人的学习 那其实在台湾原住民 很多的就是族群里面 其实不管是布农组 或是身为我们排完组 其实我们都有 都也有是这样子的一个教学 或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 这种环境里面这样 那很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 这个克伟跟亚涵 在节目的一开始 跟我们分享了 关于这个制造论坛 他们是如何的启发 如何的筹备 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他们最突破的事情是什么 那接下来我们待会再请他们 再做更详细的介绍 以及分享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都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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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刚刚克伟用了一段这个鼓摇 来跟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 再次的打声招呼 那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 我们分享了克伟跟亚涵 就是我们整个父亲 他们在策划这个论坛的这些想法 那在这个论坛的策划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以及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强化 部落的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那在这个部分 呃台东布农青年永续发展协会 呃它是 它最主要的就是要做 是整个布农族的族群的一个平台 是不是以这样子的概念所成立的 没有错 因为就大家都知道就是像布农族 他的青年其实没有 在过去他是没有一个 所谓的比较传统的组织 让青年可以凝聚在一起 或是有一个青年的一个平台 就比如说像阿美族年龄阶级 或是刚刚有提到的排湾族的会所 或是北南族 州族等等 所以这个协会的成立 它其实某种层次 对我们来说它只是一个策略 一种手段 但是这个协会的背后 其实它意思 其实我们的协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Dastubbannin Bannin就是三颗石头 我们讲那个三民主义 或是那个就是那个锅 那个灶 那个是象征我们一个家里面 一个生命的起源 那Dastubbannin这件事情是 有很多人从这个 从这个火堆离开 然后去建立新的一个家庭 然后开始越来越庞大 形成一个 户农族的一个 比较庞大的一个始祖 那其实Dastubbannin这概念 让我们可以青年 可以跨越部落 可以跨越氏族 形成一种类似联盟的关系 用这样的方式去 去处理我们部落的年轻人 有这样子一个想望 就是让年轻人可以有一个 可以共同发生 共同去努力去实践的一些 的一个方式跟平安 所以我们才会成立这样子 一个东部清的一个组织 这样 所以以这个刚刚那个传统的 这个概念就是那个三个点 我们去想象的是 这个火再回到原来的地方 再重新凝聚 那这些散出去的火 是代表的是各家各个地方的 各个地方的家族 或是各个地方的部落 那再重新回到 我觉得这个 我刚刚听了我觉得 哇这个真的很感动 然后也很让人觉得很欣慰 因为其实我们在现在 这个世代的青年 其实要做的 就是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我们已经背离 我们的文化真的是 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更需要用最新 或是用很不一样的方法 甚至是更跳脱 传统文化的这个拘束 来去想办法 来去延续 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走向 我们一直知道的 想要强调 强化就是这个部落的青年 参与公共事务的这个能力 那你们的想法 你们怎么看待说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 来形成青年 参与部落公共事务的这个讨论 以及这个效果 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 像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用跨部落的 这样的方式去举办他 其实是因为 其实过去布农族的祖先 他的部落 其实是以家族为单位的 在一个比较大分散 小集中的一个状态 去形成不同的聚落 那也就是说 其实所谓部落的那个江界 其实不是 不是一个实体的一个空间 其实他是 其实是依据 以家族的一个范围 对 所以像 像比如说以前的历史事件里头 比如说台东如果发生 事情了 那你南投 高雄 花莲 不同山头的这些 亲戚们 亲族们 就会翻山越岭的 一起来支援 那其实这个才是我们布农族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的 联系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这样做 这样跨部落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希望 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可以有机会 透过这样的活动 互相先从认识开始 有了认识之后 就会有共识 有了共识之后 我们就会发展很多这样的事情 就是 例如像 我们这次办一些活动嘛 像我们有时候在盐品办活动 我们海关的青年到盐品 或到一些部落说 他们第一次来 或是说 他们对这地方很 很陌生 可是其实 自我介绍 一亮牌 你是哪个家族的 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那个 这样翻来翻去 发现我们 其实我们 都是自己的亲切 我们的生命其实是 有一个网子 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当代 其实已经很薄弱了 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网络 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 跨部落的方式 能够让年轻人 把这样子的网络可以撑起来 这样子会 我们会觉得 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我们现在的孩子一直太 以现在的所谓的行政辖区 我是台东的 我是泰玛丽的 或是你是盐品的 会有这样子的区域性的区域 可是其实 把这个 现代这个我们讲这个 行政辖区拉起来 其实从我们的迁徙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家人去了哪里 从了口述传说里面的 老人家提到的位置 地方或是这个地名 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家里人都在哪里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 我们现在的一个 青年要重新突破的一个 新的盲点 就是其实我们的 就是这个生活领域 不是只有在这个范围 甚至其实是 延伸出去的家族 都是我们的生活范围的 延伸 延展 现在可以看到就是 可能在排湾族的部落 他们有这个 青年会所 那在北南族的部落 他们有把它灌 那有这样子 这个青年组织 甚至阿美族的部落 有这个年龄阶层 那在这些 不管是会所 或是年龄阶层里面 他们一直都透过 这样子的环境 或是这样子的年龄阶层 来教育我们的青年 然后来训练我们的青年 然后来让青年达成 也让他们知道 他们如何的 自身在部落 去做自己在部落里面的 那样子的角色 那有没有可能在你们 东部部农青年的这个 永续发展学院 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概念 在这个 在这个 协会里面 里面想要做的事情 当然 这可以从几个面向去谈 第一个面向是 所谓的 布农族的 伦理 或 道德这件事情 就是 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青年 共识的过程里面 其实慢慢培育出来一种 所谓的长幼有趣的一种概念 那另外一件事其实是 我们虽然说是 以青年为主的一个协会 可是其实我们做许多事情 我们都必须还是要去 跟我们的七老请教 我们都还是要必须到 部落里头去很谦卑的去 去学习 所以我们其实是要把 把这样子一个 有点断裂的 这样子一个文化的断层 能透过这样的行动 可以去把它重新 重新去连结起来 就是有个例子就是像 我们那时候协会刚成立 暑假的时候办了一个 青年的一个部落学校 然后在开幕典礼的时候 有一位奇老他就讲说 像部落里面的老人家 多么渴望看到 像我们这样子的年轻人出现 他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很像三枪 就是 看得到但是抓不到 他们也没有能力 能够去 教助我们 或管动我们 然后部落里面 也很少出现年轻人 所以看到我们这样子 一个组织成立 或是至少看到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 会觉得说 是不是会有些新的可能 或是新的希望这样子 其实刚刚柯伟在分享这一段 就让我想到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 经历这个青年会所 那我们 其实我们想到的是 就是在当代社会的洗礼之下 我们跟很多的 部落的一些规范 或是部落的一些约束 一些人理道德的观念 其实我们真的切断了太多 甚至是我们丢掉了太多 我们太用自己在社会的地位 社经地位 然后来去跟部落对话 其实这个真的是在原住民部落 常常不加常 常见的状态 那却忘了自己 应该要回到部落中 应该是归零了 所以我觉得在你刚刚分享老人家 那个他的感动跟他看见的那个 其实形容说那个青年像三枪 其实这个跟 我觉得这个在我们部落 在任何的原住民部落里面 我觉得都有这样子的问题 也甚至是一直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在发生 那 那这边我想问一下这个雅寒 就是从你自己的角色 可能你六年前开始接触原住民 然后两年前就投生 就在那个巴西高部落 那从你自己的角度 你会怎么去 怎么去看 怎么去想象这个青年 参与公共师傅的这个问题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 在活动之前的这一个月里面 其实我自己会感觉到 羡慕跟感动的地方 为什么讲羡慕 其实因为我们平地人的生活里面 已经很难有这种说 互相的这些有族人一起 年轻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就各自工作了嘛 那在这一个月的过程中会变成说 我们事情要准备的东西很多 那我可能去找那个一个金拿李 我就问他说我要做什么什么 然后他会问说 谁跟你一起做这件事 然后我可能会跟他说 诶客维啊 谁啊谁谁的名字 然后他就会开始说 他是谁的谁的谁的谁 就是他就会从这些孩子的名字去点出 他就会去联想说他的爸爸妈妈是谁 他就说可以 就是来做这件事情 这样 或者是我跟其他的女性 女生的也是年轻的族人去找哪个老人家的时候 他就会先问你说 我们要谈这种事情 他都会先问你说 你是谁 你家在哪里 那你的 你的那个氏族的名字是什么 然后 你的爸爸妈妈是谁 问个清楚之后 我们才能进入正体说 今天其实只要来戒步步 这样子 就是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自己会觉得好羡慕喔 因为我如果回到新竹这件事情 很难去感受到这么亲近的 因为马上就会被 原来这个阿姨跟我之间是什么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在青年公共参与事前准备的过程中 很令人觉得说 关系更近了 不管是隔壁乡还是你住在哪里 所以其实你在从你的角度在观看这件事情 除了羡慕 然后更是 更是感觉到那个生命的连接其实是非常的近 其实这个在原住民部落 这个是真的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个隔壁邻居 其实我自己有很深的感受 因为毕竟我以前呆在都市过 所以那个 住在我隔壁的邻居后 可能我到我搬走 我都不知道对方是谁 甚至我只看过对方的鞋子 在门口 可能知道他是穿Nike的还是爱迪达的 可是我永远不知道那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其实在部落生活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这么不一样 那个关系 可能一开始好像先拒绝你 可是其实他是要先把你放在那边 然后先知道你 一知道你之后 他的手是打开眼睛超过道道的后面 去拥抱你 其实这个真的是在部落里面 非常怎么讲 我们非常骄傲就是在部落里面生活的那样子的态度 就是这么有爱 那在这一次的论坛里面在长者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 亚昂我想问你就是有没有觉得未来可能东部青年 或是我们的各部落里面的青年 那可能在透过这一次的这个论坛 在长者分享的智慧里面 有没有可以是接下来他们可以成接的 或是可以有一个起程转合的一个契机 在这个里面 在那天的分享之中 其实有一个讲到很特别的部分就是 他是一直在我们部落里面做台湾原住民山林教育的一个文化工作 然后他本身也是历史老师 所以其实像在这部分我相信他们一直默默在耕耘 可是很少的年轻人能够知道原来他们在推动山林教育这件事情 那再来就是说其实现在回来的很多部落年轻人 他们可能在书上读过山林的生活是怎么样 可是那又跟真正进入到山林是完全两回事 所以我觉得透过有部落的文化史工作者 也就是我们的长辈去讲 那年轻人能够知道这件事 那未来在之后的生活之中 能够这样连结起来 然后如果说我们明年的活动 能够继续把这样子山林的活动 一直去慢慢的更认识更带出来 我相信这是其中一个很好的部分 那我们台东这个布农青年永续发展协会 除了这个这次这个论坛以外 在之前从成立到现在 就是你们还有没有 就是持续做的就是关于 用这个永续发展协会所push的一些 青年事务的一些相关事情 有没有可以分享的 因为我们协力其实成立到现在才半年多 但是我们至少我们现在 初步的目标有至少两个主軸 第一个主軸是祝典部落的建立 包含我们现在在这几个月以来 我们已经开始连结包含 海端乡的初来部落 雾露部落 然后盐平乡的话是桃园部落 陆冥部落 阮山 那其实在每个部落里面 我们开始去组织青年了 然后在不同部落里面 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行动方案 那当然就会跟 呃我们部落的这些青年 他们有一些需求 比如说有些 像出来 我举起来的例子 我们在那边做的是 重新去做一个 属于青年的打入汉 然后也在那边附跟小米 然后在阮山部分 是我们有一个农艺平台 在那边建构 因为那边我有一些青年 他们对于文创 对于设计方面 比较有些兴趣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軸 祝典部落的建立 那我们是希望 在未来的日子 就是东不清 它是可以连结 盐平乡 海端乡 其实有二十几个 大大小小的不同的部落 每个部落都可以慢慢的 有这样的据点的话 那这样子这个平台建立 就会资源就会比较丰富 然后人力啊 或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就会推动的更好 另外一个主轴是一些 一些模式的一些建立 比如说像这一次的 这个巴黎寒夏布农族的 制造论坛 这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是我们 暑假成立的一个 布农青年部落学校 那一个部分是比较放在 对竹内青年的一个 直接的一个传承教育上 那另外一个论坛的部分 会是比较在 这些所谓的布农学 布农族的知识的一个建立 那这两个区块是我们先 目前是暂时是放在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阶段 是因为 有了文化教育的一个基础 培育的基础 那我们在谈永续的时候 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养分 包含若以后 有些部落是 条件适合发展某些产业 或是说我们 像我们之前 又做很多部落的一个 部落地图 从部落地图到传统领域 再到我们去谈 土丁共管 或是我们去谈 怎么样在 我们的土地上去做一些 事情是可以永续的 那这样子的东西 就会越来越厚实 那这是我们目前初阶 初步发展的 一个两个很重要的主軸 所以就是最主要就是在青年的 培力跟养成的这个区块 然后如何让青年把它抓回去 到跟部落的 都连结起来 在这一段的过程里面 听得很爽 也聊得很爽 那在我们要进入到 下一个议题之前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各位观众再度收看我们东海岸之声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讨论 关于这个论坛举办过后的规划 跟这个未来 那除了你们现在在执行 就是现在这个开始用论坛的方式 或是用任何不管是大的小的 或是跨部落的这些活动 来去强化这个梦想 甚至来强化这个 我们想要去的这个愿景的这个地方 那除了一直在持续规划 然后持续发想 那还有没有就是后续想要再做的 甚至是还有没有更大的更大的东西再去支持 这个梦想的前进 这样 来 客人先请客人分享 这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活动 它都是 我们通常都是已经在一个 想要它是可以永续的去发展的一个 一个愿景像去做设计 所以像我们今年的 巴黎海满虾布农组的制造论坛 我们是在盐萍乡的巴西高部落举办 那明年呢 我们可能我们就要到那个海关乡去 那相对的 今年我们在海关乡举办的布农青年的部落学校 明年我们会到盐萍乡去举办 那除此之外 明年的重点会放在 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山林的一些踏查的课程 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青年 青年能够带这些知识 可以在在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上 知道说怎么样生存 知道说哪些传统的生活技能 那除此之外 当然就是 在我们的大大小小的计划里面 有些当然是属于比较部落内部的一些计划 或者是一些比较区域性的计划 那甚至我们会推出一些 比较是属于年轻人有创意的一些计划 因为我们明年很想做的件事是 我们其实布农族其实是一个 太爱穿祖符的一个族群 以当代的一个生活来讲 因为觉得太热 或是还有一个东西 祖符太贵 然后但是我们年轻人在办这些活动当中 其实热爱自己的族群 其实是从自己的祖符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 那我们明年也会想要推 像这样子怎么样去做一些事情 可以让祖符的推广 或是让更多的年轻人 可以去喜欢自己的祖符 像这样子的事情 那我们在做这些文化 教育或是一些很多不同的 部落的计划的过程里头 其实我们最大的一个动力 跟过来的一个目标是 我们希望能够逐步去建立 东部清所谓的自主隐喻的机制 也就是有部分可以慢慢 朝向社会企业的方式去进行 某些部分就是可以透过一些机会 或是一些资源的创造 让更多的青年可以直接在地就业 我相信这是所有青年留在部落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定要有饭池 但是这样的饭池不会是平白而固醋 我们要去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 去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跟蓝图 让更多的青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同时他一样能够养活自己 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部落里面生存 而且可以永续下去 那是我们之后 比较短期跟中长期的一些规划 在你们组织的规划里面 不管是协会或是这个布农学校 或是说你自己本身在做这个 在推出这些事情 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个机会 可以会把这个战线拉长 这个机会当然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当下 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 当然也有花莲的高雄的 其实他们也有一些想法在酝酿 甚至南投也有一些朋友 来跑来问我们东部清 这样子一个年轻的一个 年轻人的协会的一个成立过程等等 那我们初步的是希望说 当然我们先从自己的家乡 能力所及的范围做起 但是有可能是我这边也可以呼吁 就是我们全台湾各地的年轻人 其实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你也不一定要成立协会 你也不一定要怎么样 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 但是至少我们各地的年轻人 如果都有这样子的想法 这样的热忱去创造一些新的火花的话 这些遍地开花的结果 我们的资源一样能够共享 我们的理念一样能够共同去传播出去 那这样子整个 如果是以全台湾的布农组 这样子一个范畴去谈 这样一个发展的话 那这样子它的进行的速度 它所能够卷动的各方的资源 我相信也是比较有效 比较有更大的效益 那是不是请客伟 来跟我们电视机前的那个年轻朋友 还是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来给我们的青年鼓励一下 我不敢说鼓励啦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年轻人嘛 就是要跟大家一起 就是大家一起分享 我是觉得年轻人真的要勇敢 然后要承认自己的缺陷 我们可能不会说主意 我们可能不会打猎 不会种小米 但是我们要勇敢地去承担这些东西 然后要去勇敢地去回到部落 或是勇敢地去做一些 我们其实内心很想做的事情 但是会爱被现实生活中去绑住的那些东西 那如果我们能够每个人都有一点点的小小突破 或是每个人都有一点点的力量 贡献你自己的部落或族群的话 其实我们不管做现在做的任何的努力 都它都很容易会有一些很美好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 也可以加入我们东部清 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去实践他们自己对族群文化永续 或是族群文化那么一点点的责任的一个 一个自己的方式去实作 那我相信大家就是 就会更多的美好事情可以发生 有没有你的角度想要分享 然后想要鼓励 给未来这些青年 当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可以怎么样子 从自己的自身文化找回那个自信 有没有跟我们的青年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都互相勉励说 不要忘记去请教老人家 就是我们不能蒙着头就冲就做 然后可能有时候我们去忘记去问说 包含说一开始巴黎海下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去请教老人家 比较就才真正的去了解这样的意涵 而不是我们觉得说就是什么样的行事就去做了 但在这个过程中就算得到答案 并不是我们自己所原本想像的那样 不要怕 就是在怎么样的方式我们去转 转方向 转方向 然后去想 然后去讨论 然后我觉得在尤其是布农族 比较是一个害羞的民族 所以年轻人很容易就是他有他的知道 可是他会先不敢讲 所以勇敢讲 然后要发声 要去请教老人家 这样子互相勉励 克伟跟这个亚寒的分享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真的很多的感动 那我也一直有很多的 怎么讲 就是一直在持续冲击 因为自己其实 我们都是年轻人 我们都是年轻人 然后一直从自己的 自己的成长过程 参加这个我们排文族所谓的青年会 一直到现在 自己在成为要引导 要带领这群孩子的这个 这样子的角色 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一直在看到的是 真的部落青年 真的是要勇于 从自己的自身文化来认识自己 来取得自己的自信 来去发展更大的可能性 在部落 甚至在这个社会里面 那真的非常谢谢 克伟跟亚寒今天的到来 今天我们东海岸之声 分享给你们的故事 就是这么的精彩 就是这么的丰富 非常的高兴 有你们的收看 东海岸之声 我们下次再见